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今天我們就要講以下的話題 直至到現時為止 胡塞和英美對抗的這場戲碼 就已經上演了三個月了 美國和英國在實施到幾輪的空中攻擊之後 在大量投彈的情形底下 依然都不能夠打得動 胡塞武裝 這一方面也是令到外界 相當之跌眼鏡 原本外界就想著憑著美國以及英國的空中優勢 很快就能夠將胡塞打散 但實際來說 偏偏就沒有這個作用 在多輪的輪番攻擊下 根據現在 操略的估計 只不過是損耗了胡塞武裝 大概20%的實力 這一方面 就令到美國陷入了兩難的局面 究竟是繼續投入戰士 還是 立即抽身 來避免重複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士 而拖垮美國角力 現在 美國也是相當頭癢 稍後回來 我們就會說 為什麼美軍 打不動胡塞武裝 胡塞武裝 又是一個 怎樣的組織呢 其實 如果要完全消滅胡塞 美國又究竟要有什麼心理準備 來分分鐘付出 給伊拉克戰士和阿富汗戰士 更加大的代價 外界 一般都很少來分析這一點 稍後回來 我們就會來講一下 這個議題 再之後為大家報道 在2月29日 有一眾加沙的人民 無辜地去 運送物資的車輛上 拿著救濟的時候 就 迎來以色列軍人 的母情來掃擊 導致 115人的離去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在譴責 以色列的心狠手辣 到底他們是萬無目的地來純粹洩 來欺負 那些 無法橫抗的人 還是他們背後有政治考量呢 因為 美國表示到本來3月4日 就要談一個停火的協議 會不會是一個 以色列那邊根本就不想停 所以導致談不成 的一個舉措 如今到底事情發展到今天 以色列做了多少次 把口說放人家來走 但是其實當人家走聚集了 滯留的時候 就對那些 無法橫手的人 的進擊行為 做了多少 稍後也會為大家來一一報導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 就是 最近英國的媒體 為了撒存在感 就爆料 爆了一些他們所謂截獲了 過去這20年間 一些來自 俄羅斯的情報 解密資料 甚至當中 就有些部分 說到 俄羅斯 是怎樣一直以來 都在提防中國 已經有很多 邊境的軍事部署 軍事的演練 就提防中國 對俄羅斯的入侵感 而除此之外 也藉著 情報的 爆料 就指到 俄羅斯那邊根本 已經對他們的核軍被使用的門檻 已經大大降低 即是說一些 美歐集團最喜歡 拿來 煽動恐懼 的俄羅斯核軍被的議題 就再炒到熱一熱 到底英國的媒體在這個時候爆這些資料 是有些什麼 盤算 而這些資料 怎樣可以騙到 無知的大眾 怎樣騙不到熟悉 國際關係 軍事外交 和情報 國防 比較適合 在節目開始之前 首先就做一點呼籲 新潮民在接下來就會搞一個 為期12天的 新疆意域風情的南疆之旅 出發日期就是由4月14日 到4月25日 為期就12日 同樣地這個行程也是由格仔親自設計 並非一般坊間的旅行團 所會去到的地方 而這次格仔也會隨團出發 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WhatsApp過去 加852 6828 7447 聯絡潘小姐 去到撒取價錢 行程的資訊 以及報名 而我亦都會在這條片的片尾 來擺放一個 關於這次新疆南疆之旅的 行程重點介紹 大家就會感受得到 南疆的意域風情 真是很特別 在這裏就期望到時見到大家 一起玩盡這12日 而在節目開始之前 亦都請大家 去到分享 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記得要按訂閱旁邊的那個鈴鐺 再按全部 這樣你才可以接收到新潮民最新的出片的通知 在這裏就有勞大家了 自從英美兩國 對胡塞武裝在1月份 正式發起 所謂的攻擊之後 胡塞武裝的發言人 就立即走出來表示 英美兩國的空襲 是不會擊跨胡塞武裝自己 更加不會阻止 胡塞武裝今後繼續對 以色列以及美國的攻擊 他們是會繼續 攻擊這些 前往以色列的雙船 其實這次也不是胡塞 第一次跟英美聯軍正面對撼 自從新一輪的巴爾衝突 爆發以來 胡塞武裝的表現可以說顯得十分亮眼 究竟 胡塞武裝 厲害在什麼地方 這支那麼特殊的武裝力量 又有什麼資本 跟英美等世界第一強國 公開叫板 從人們現在的認知 當看了也門胡塞武裝的時候 總會是想到一群 穿著拖鞋 裝備十分簡陋 但偏偏又有一個 幾得體的閱兵儀式的 胡塞武裝士兵 外界一般對他們的印象 只限於此 所以 外界稱呼胡塞武裝 尤其在我們 中文媒體的互聯網上 都會叫胡塞武裝 做拖鞋軍 其實胡塞武裝的始創人 就是也門著名的 伊斯蘭 載德派的宗教領袖 他的名字叫做 侯塞恩 胡塞 所以一聽我的名字就知道 胡塞武裝之所以 得名於此 其實就是以他的創始人的名字 將他們的組織 命名為 胡塞武裝 本身來說 也門胡塞武裝 只是在也門境內 的一支 值值無名的反對派力量 就一點都不出名 但是憑著近幾年來 中東地區的亂局 也門胡塞武裝 也實現了 從簡陋武器的一支游擊隊 變成了一支 次無次讓軍隊的夢想 搖身一變 由山雞都變成鳳凰 在目前來說 一般被普遍國際社會 所承認到的也門政府 其實就並非是也門胡塞 而反而 是由順利派 也門政客所組織到的政黨 才是 國際上所承認到的 真正也門政府 而也門胡塞武裝 其實就是由另外一班 信奉伊斯蘭什葉派 的武裝人員所組成 因此 才叫他們做反對黨 所以 也門胡塞 所參加到的第一場戰鬥 其實 他不是針對著美國而來的 又或甚至 他都不是針對著 以色列 這些 在中東的國家 他並沒有其他的外部敵人 而只不過 在初代的戰役 都是一直參與著也門的內戰 在這些也門的內戰入面 胡塞武裝 就獲得到大量的伊朗 所必要到的援助 憑著這些伊朗的幫助 也門胡塞武裝 不僅有 大量的 單兵武器裝備 以及彈藥 甚至乎 也都發展到 擁有自己導彈部隊的一支軍隊 而和也門胡塞武裝 對抗的也門政府軍 他的金主以及幫助者 就是由之前 和伊朗十分之不和 反面的 沙地阿拉伯 這個中東的 出名有錢國家 所扶持起來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 也門的內部戰事 都是一場 由伊朗 和沙地阿拉伯 這兩個不同教派 對外 所對抗的一場 戰爭的小縮影 就在也門裏面發生 到了後來 中段的時間 也門胡塞 就在也門內戰期間 就明知道 也門政府軍 是沙地阿拉伯 所支持 他才是幕後的金主 因此 就多次向沙地阿拉伯境內 發射導彈 以及攻擊 從前 沙地阿拉伯 對著也門胡塞武裝 都可以說是極之痛恨 而且 也沒有他們辦法 因為沙地阿拉伯 根本沒有辦法 直接消滅 也門胡塞武裝的力量 事情發展到今天 也門胡塞武裝 不僅擁有自己的導彈 以及裝甲部隊 甚至乎擁有自己的 空軍和海軍部隊 根據到一些外媒 所報導顯示 現時胡塞武裝 能夠實控到的軍隊數目 總規模 已經達到 幾十萬人 紅海周邊的地帶 都處於 也門胡塞武裝的實質控制範圍 很明顯 沒有辦法對 胡塞武裝進行有效打擊的沙地阿拉伯 就算不認不認還需認 他們現在這一刻 都默認了 胡塞武裝的存在 當然 到了今時今日 伊朗和沙地阿拉伯 因為在我們中國的滑船底下 就化解到千年的恩怨 所以 胡塞武裝其實暫時 都已經和沙地阿拉伯方面停了戰 雙方之間 就再沒有互相攻擊 既然 胡塞武裝 在初戰的時候已經打出名堂 所以 絕對不能夠忽視到 它是一股在中東政治博弈裡面 非常之重要關鍵的力量 也是因為胡塞武裝 和伊朗絕大多數的穆斯林一樣 都是信奉什葉派 的伊斯蘭教義的 所以 即使胡塞武裝 在國際上來說 它不是代表也門政府也好 現在我們 一般都會把也門胡塞武裝 當成為 整個中東什葉派之湖的其中一個部份力量 而且我們可以看回 目前 也門絕大多數的領土 其實都是實控於 也門胡塞武裝的手中 所以有人就說 其實也門真正的政府 是胡塞 這個說法也是不為過的 畢竟實力就是一切 之所以也門胡塞武裝 在獲得到大部分 也門的領土 都未能夠被其他國家承認 其實都是跟近年頻繁的軍事活動有關 不單止為了拓展 十葉派的 中東地區勢力 也門胡塞武裝多次 派遣到人員 來進入沙地阿拉伯境內進行戰鬥 甚至乎 當沙地阿拉伯聯合其他 海峽湖的 阿拉伯國家 來對胡塞武裝進行封鎖 這種聯合圍剿的行動 都難不倒胡塞武裝的戰士 造成這樣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支胡塞武裝 是一支靠著 宗教凝聚力 而團結在一起的部隊 很多加入胡塞武裝的戰士 都將傳播交易 以及拓展 實業派的勢力範圍 當作他們的工作 當作他們的使命和本職 來加入胡塞 一個有趣的數據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同樣 都是由伊朗所支持的 黎巴嫩珍珠雞黨 他的戰士 就會獲得伊朗方面金錢上的援助 一些小道消息就說到 黎巴嫩的戰士 就會每年收取到 伊朗 大概是1300美元的 一些援助 相反 位於也門方向的胡塞戰士 他們同樣 都是受到伊朗的援助 每個人都會有一些類似工資 的補貼項目 不過金額就差得遠 胡塞組織的戰士 每年只可以收到 大概是100美元 的所謂薪金 在與黎巴嫩 相差13倍的工資 這個數字都可以說到 不是差一點半點 但是為什麼 胡塞依然有那麼強大的凝聚力 其實就是跟我們之前所說到的 那個原因 就是因為 胡塞的戰士 不單止 當一份工 加入胡塞組織 而是他們會將 一生的責任和使命 為了傳播教義 為了拓展實業派的勢力範圍 而去做 這件事 不是金錢能夠衡量得到 所以 大家就會看到 在中東地區的宗教戰士 無論打到哪裏都好 都會有 也門胡塞戰士的身影 就是這個原因 當大家都明白到胡塞武裝 究竟他的起源 以及組織教義之後 就大概都會明白到 為什麼胡塞武裝那麼難前 在去年的10月 信奉遜尋尼派伊斯蘭教義的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的哈馬比 就向以色列境內發射了大量的火箭 新一輪的巴爾衝突 就此爆發 但是令人感到心寒的就是 同樣身為信尼派領袖國家的沙地阿拉伯 竟然在爆發衝突之後 就並沒有公開站出來 也表現得隱隱恢恢 表態含糊 是沒有直接對哈馬比的 組織成員來表達支持和關心 反而 在這個時間 由另一個教義的 伊朗以及也門的胡塞組織 來打著一個鮮明的旗幟 來對以色列 和站在以色列背後的美國 表達了譴責 由這一刻開始 也門胡塞 就完全停止了 在中東地區 對其他信尼派 穆斯林國家的攻擊 而幾乎將全副的精力 都放在與美國和以色列的對抗動作上 由於也門胡塞 可以占據著 紅海沿岸的交通要道 這都是他的勢力範圍 所以 他們很快就想到 既然紅海 有著大量的雙船貿易往來的時候 如果要有效牽制以色列和美國 一定要拿 紅海周邊的航運問題來做文章 才能夠有效地對抗美國以及以色列 因此 在新一輪的巴爾衝突爆發了之後 胡塞武裝 就曾經多次發出聲明 去譴責美國和以色列 並且也要宣稱通過控制紅海地區 來對美國以及以色列的船隻發起攻擊 事實也證明了 之前胡塞武裝 所發出的強硬聲明 並沒有說謊 就在他們對外公開發出這種聲明之後 多手來自以色列和美國的船隻 就送到胡塞武裝 所指揮的無人機 來攻擊 隨後 美國人為了展示自己在中東地區的存在感 以及控制力 也都立即宣佈到 成立了一支所謂 由美國帶頭 的國際護航編隊 這一支 國際護航編隊 是由十多個國家組成的 不過這個只不過是理論上 時至今日 我們只能夠看到 在這十幾個國家裏面 就只有美國和英國這兩個國家 在這支國際護航編隊裏面 發揮了實質性的作用 其餘的國家都好像忍了贏 就在我們今年的1月22日 也門胡塞的發言人 薩雷亞 對外宣稱 他的組織 已經向到亞丁灣附近的一艘美國雙船 發起了導彈攻擊 這些被發射出去的導彈 全部都命中目標 憑著這次的攻擊 也直接了當地改變 也門胡塞之前的戰法 大家雖知道也門胡塞之前 對著美國和以色列的船隻的攻擊 往往只會出動到攻擊力比較低 價錢比較便宜的無人機 但是1月22日那一次 也門胡塞直接用導彈 來攻擊 這些雙船 這些導彈 也導致美國 防不勝防 雖然美國軍方那邊 並沒有對外界透露到具體的損失數字 但是普遍媒體都認為 這次美方的損失應該是非常大 然後 的故事 我們也知道 就是美軍拉著英國 一起 進行所謂的 報復攻擊行動 對胡塞武裝 所控制到的多個城市 進行了大規模的轟炸 而英國方面 也為了配合美軍的行動 就在塞浦路斯方向動用了他們英國王牌的台風戰鬥機 來進行這次的空中攻勢任務 而有意思的就是 即使是美國 或者英國都好 他們對胡塞武裝 咬牙切齒 恨之入骨都好 其實他們都是沒有十足的把握 將胡塞武裝 徹底清除 英美聯軍沒有十足的把握其實都是正常 因為他們都深知到 今時今日的胡塞 胡塞 再已經不是 好像幾年前的胡塞一樣 只不過是一支也門的 叛軍組織那麼簡單 而是一支身經白戰 自身擁有到足夠實力強大的部隊 已經透過多次的中東戰事 來向外界證明了他們的實力 所以 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一句 其實胡塞 雖然得不到國際承認 他是也門真正的政府軍 但事實上 其實 他已經完全能夠代表也門這個國家 因此 今時今日的 這場戰事 並不是 英美聯軍對胡塞武裝那麼簡單 而是英美兩國 聯合對戰 也門這個國家 這樣的說法 才是比較正確的 現時 也門國內大量的資源和土地 都是胡塞組織的 這也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也門大多數的民眾 都是對胡塞武裝 表現著一個支持和積極的態度 如果先前還說到 也門這個國家的內部 還有一些人對胡塞武裝 來進行抵制 尤其是 也門內部的穆斯林派的抵制 但這次就不同了 因為這次也門胡塞直接了當地 其次鮮明地 向美國和以色列宣戰 其實從客觀上來說 也團結了 信尼派的教徒 所以現在也門這個國家的內部 已經再沒有任何分歧 為什麼 除了也門胡塞組織 他的人戰意高昂 獲得到國內一致認同之外 還有什麼難對付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也門的國土面積都不是小 他有52萬8千平方公里那麼大 絕對是一個中型國家的體量 如果美國要在一個這麼大的範圍之內 對胡塞武裝實施有效的打擊 其實是相當困難 而且投入是相當大的 我們可以看回一些數據 同樣位於中東地區的伊拉克 他的面積就是43萬8千平方公里那麼大 而中亞的阿富汗 他的面積就是64萬平方公里那麼大 而剛好也門就位於兩者之間 所以 這次變相是跟整個也門這個國家作戰 而不是單單對付一支武裝力量 考驗到美國的 就已經再不是 簡單的事情了 所以知道在二十多年前 由到美國小布殊年代的時候 美國就曾經接連發起了對伊拉克的戰事和阿富汗的戰事 而這兩場戰事 我們都是記憶猶新的 最終 美軍是要付出 非常之高昂的代價 而如今 美國 已經再不是二十年前的美國 今時今日的拜登政府的美國 在財力上 根本就沒有辦法跟當年 如日中天的小布殊政府所領導的美國 是可以相提並論的 既然 在二十年前 美國那麼有錢 實力那麼強大的時間 都要在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事入面 付出極大的代價 試問 如今的 拜登政府所領導的美國 在財力和實力大減的情況下 又哪有十足的把握 能夠打垮這個胡塞武裝 根本就沒有足夠的資金去支持美軍 在中東地區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其實胡塞武裝 就是看中了這一點 如果要徹底剷除胡塞武裝的話 美軍 就必須要 有攻入到 也門本土 派出地面部隊的決心 有時 決心都是事小 如果退一萬步來說 就算美軍 有這樣的決心 去到派地面部隊 進駐也門也好 但是 一旦進入到 也門境內的美軍 是必然會 遭受到 也門 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煙滅入面 雖然現在 整個也門都是支持著胡塞 而且我們之前都說過 胡塞武裝並不是 像我們上班 鬥份糧 加入軍隊的這些組織 而是擁有著 一份追求一生的 宗教熱情在入面 關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我相信 經歷過越南戰士的美軍 是相當熟悉這個情況 提起都害怕 其實只要這一刻 拜登還沒懵得 缺乏思考能力的話 在現界 他所領導的美國政府 是不可能發動一場 位於中東 類似於越南戰爭的消耗戰 而胡塞武裝 也很清楚這一點 再說 為什麼這次的空襲行動 對胡塞所造成的損失 是這麼少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胡塞組織 從來都是一支 善打游擊的部隊 他的軍隊的設計 根本上就是 以游擊戰作為主軸 所以 無論他的導彈 或者是一些軍事的設施 都是部署得比較分散 而不是好像一些 普通國家那樣 集中在一起 就說他的導彈發射車 用來攻擊美國商船的那些 都是一些 流動式 有到卡車運載的導彈設備 而因為這樣的原因 美國和英國的空襲行動 所能夠達成到的 真正戰術目標 是會比想像之中更加困難 尤其是 胡塞武裝 他的地面人員 一早就已經收到封 英美是會進行到 這些空襲 其實 早已經民風先頓 在這麼大型的空襲裏 雖然美國和英國聲稱 摧毀了很多胡塞的重要設備 以及機場 雷達站等等 但是 實質能夠造成 胡塞武裝 的人員離去 只有區區五個人 這個事例也可以證明 胡塞 具備到 相當強的 實戰經驗 即使是面對著 美英兩國 那麼強大的部隊 他依然是有 他的戰術辦法去應對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也門胡塞 其實和美國以及 乃至整個西方集團的對抗 都還沒有結束的跡象 雙方之間 會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繼續對抗 而且這種對抗 還有升級的跡象 但無論如何都好 胡塞武裝已經用自己的實際行動 來將美國帝國主義這個那麼虛偽 看似十分強大的假面具 完全不給面子撕下來了 胡塞武裝的戰士們 也用自己的行動向世界證明 西方世界的霸權主義 並非好像傳說中一般般 是不能夠戰勝的 而我們也相信中東地區 終有一天會迎來和平的一天 中國就是其中一個 最積極帶頭 實現到中東和平的推進者 而無論未來的人 會怎樣評價當下發生的一切都好 胡塞組織的這個名字 都注定會再入到 歷史的明察入面 因為 他們已經創造了 一個活生生的奇跡 再次我為大家報導 即使 以色列的軍人對加沙那邊 那些哈馬神聖鬥士 他是束手無策 這個問題難以一時三刻來解決 但是卻對著 白勒斯坦無辜的人民 他們的心狠手辣程度 卻可見一般 就在2月29號 當加沙那邊的人民 是迎接著一些救助的物資 30輛人道協助的車輛 混了一些物資 糧食 去到加沙口岸的時候 就突然有一班乙軍衝進來 對無助純粹是拿物資的群眾 來掃擊 掃擊的情況下 現在最新的資料就是指到 有115人就這樣離去 760人是嚴重的重創 這件事驚動到全世界 因為 聯合國那邊的 秘書長古特雷斯 就嚴重譴責 這次的事件 就指到 那些平民已經是很多都很絕望 順水是拿物資 為什麼以軍 還要起 現在大家都想調停他們的底下 來進行這樣的行為重擊 聯合國的秘書長 古特雷斯指到這件事要獨立調查 但是其實 我們對聯合國那邊 他們的聲音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說話 我們 還有多少個寄望呢 同樣的事件其實在上個月都有發生過 就是 當有大量的人群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那邊的戰略 就是重擊 加沙北部 然後等那些人 就巡住這個 南下的路線 就落到拉法那裡 就是想把 巴勒斯坦人 他們 由拉法 趕出 巴勒斯坦 讓以色列可以整個佔了 但是本來戰略就是這樣的 而 因此也導致很多人南下 下去 拉法那裡 有150萬人 就滯留了 拉法 但是 在2月的10號 居然 以色列的軍人 就對著滯留的那些人 進行 空中的突擊 造成很多人的離去和重創 本來就說好了 就說如果他們願意南下 南下的路線 在中間 由李漢斯 甚至去到拉法 以軍都是不會動他們的 但是一次又一次 來講一套 就做一套 而這次 2月29號 就對著這些 無辜純純純拿著 物資的群眾 進行 連環的 重擊 全世界多方 嚴重的譴責 法國 嚴重的譴責 加拿大的外長 亦都要譴責 就算美國 美國本土的人群 在這幫支持 以色列的政客 面前 即使他們是民主黨人 都要大大聲聲說他們是滿手先鴻 說他們的戰士罪人 拜登自己又怎麼說 拜登就說發生這些事情 就感到很震驚 感到很悲痛 他們表示到 如果美國會做的事 就會空投物資過去 空投食物 物資 讓那些人群能夠接觸得到 但是關於 紫哥一時 美國卻沒有 其他細緻表示 暫時第一批美國空投過去 極有可能在那些即食的軍糧 這個是白宮發言人說的 即使他們表示到 自己要多麼震驚 多麼悲痛 但是 對 施壓 以色列 要他們 停止 繼續動手 美國那邊 是沒有暫時沒有一個 具體的計劃想落實的 其實 這次 以色列那邊 對著 領密資的人群 進行了 深懇手辣的 動作 就是有其原因 因為本來美國是打算3月4日 就談這個停火協議 但是 可能就是因為以色列那邊 根本就不想收手 所以就要弄一單結 就令到3月4日的停火協議 就難以 妥善地落實 令到情況更加複雜 更加覆水難收 本來這個停火協議就是想 停六個禮拜 但是 可能對以色列來說 如果被人停六個禮拜 就是被人整頓六個禮拜 對他們自己 著急的戰程來說 也是大有不利的 美國說就說聯絡了埃及和卡塔爾 對以色列那邊施壓 說就說會制定一些可行的計劃 就是對加沙那邊的人道協助 但是 都說了這麼多個月 那裡的情況每方遇下 有沒有人真的可以幫到他們呢 根據聯合國 人道事務的主任 在2月27日 的表示 提交了資料給安理會 就是指到 在加沙 只是在加沙的人口 都有 576,000人 佔了 整個巴勒斯坦 人 四分之一的人口 巴勒斯坦 就總共有 230萬的人口 有150萬 就滯留了 在拉法 在上個月 就被以軍 空擊 如今能夠做的 就運多些 物資給他們 運多些糧食給他們 但是這些 這些只不過是杯水居身 即使 法國那邊 約旦那邊 都有空頭物資 但是現在面對的 四分之一的總人口 就在加沙那邊 有 整個 230萬的 巴勒斯坦人 六分之一的 細蚊 都是處於 嚴重的 銷售 以及 不夠營養的情況下 來 繼續 掙扎下去 上個月 因為以軍那邊 空擊 拉法 也導致本來 要接制拉法 埃及那邊 本來有個 大衛營的協議 來進行一些 救援的通道 安排 但是 就是因為以色列 空擊 拉法 所以 隨時會導致 埃及那邊 是停止 繼續履行 來自 1978年的協議承諾 因為情況會失控 情況會失控 人們會落方而逃 落方而逃的情況下 隨時 在西雷半島那邊 就控制不了 那些人群的湧入 甚至 在這個 混亂的情況下 會有很多 不幸的事情發生 150萬 滞留在 拉法的人群裏 有60萬 都是小蚊 而其他大部分 也是苦餘 就發生一連串的事情 也都導致 你哈馬神聖鬥士 在別人這樣的進擊的情況下 他還有什麼板虎可言 所以 他夾了那些人 來進行談判交換 這件事也不用說 因為別人一定要 保護著自己的籌碼 以色列那邊 可以說得是 無情冷酷 他們指導 2月29日 為什麼對著 30輛人道 援助的車 純粹去拿物資的人 來亂射 他們指導 我不要射射他們 我只是向天 開炮 嚇嚇他們 然後他們 互相推涌 互相來踩 所以導致離去 我這樣說都可以 然後他們又要說 不要以為 他們純粹拿物資 他們把拿物資做掩飾 其實對著我們 開炮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向天開炮嚇嚇他們 給下馬威他們 已經人質而盡 以色列那邊的說法 很明顯以色列是不想停手 而且 大家從這個軍事分析 軍事的戰程也都 看得到了 根本 如果變成了游鬥戰 就已經是一個很難 不是一時三刻能夠解決 的狀態 而且 而且 同時間競賽以色列那邊 時間也不多 全世界都譴責他的時候 他自己 軍人 也都數量不多 軍備也都數量 不會那麼多 美國就算怎樣去 需要 習慕彭泰 要協助以色列也好 都不可以 做到那麼明顯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同時間競賽 2024年全世界有40億的人口 是進入了 投票 為他們自己的國家和地區 選出新的 未來 開放新的一頁 2024年將會是世界 一個 非常之厲害的轉捏點 從這件事 我們已經看到 所謂的聯合國 聯合國維和部隊 這些東西 可能 連 區區一個以色列 進擊巴勒斯坦 你都處理不了 這些聯盟 這些幾十年前 遺留下來 以英美勢力為主導 這些 所謂聯盟 可能 到了2024年 大家都會開始質疑 他的存在價值 甚至 他的存在效用 最近英國的媒體 就爆了一批情報的機密出來 這批情報的機密 不是美國今次 是俄羅斯 在英國的媒體爆到 疑似 有一批俄羅斯 在2008年 到2014年間 的軍事機密情報 被英國的媒體 就爆了出來 說這些情報 就 因為某些原因 所以得到洩露 英國的 金融時報說 折獲了的 情報資料 就披露了 在裏面有 29份的文件 29份的文件裏面 除了透露了 俄羅斯對核軍備 他的使用門檻的標準以外 還狼括了 包括一系列的關鍵內容 而裏面的關鍵內容 還有一部份就是 俄羅斯曾經 秘密 和中國 的關係 就是 是敵是友 對 中國就進行了 防範 防範中國有一天 會軍事入侵 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就要 有相關的軍事演練 來應對 說到這裡 大家不難會想 就是 俄羅斯和美國不同 不會內不內 就有一些 軍事情報的機密 若干年後就會 公主於世 所謂的解密 俄羅斯不搞這些東西 又或者西方的媒體 他撒有介事報導這些東西出來 很明顯也 據心可測 我們看哪些媒體暴露 例如 法國的媒體 英國的媒體 美國的媒體 這些 特別就是想用他們的 媒體影響力 這個世界的品位 來 挑釁 生事 新聞的內容繼續 和大家慢慢分析 按照俄羅斯 軍事文件的說法 儘管在2001年 中俄之間達成了 互不首先使用核軍備 互不制定 核打擊目標的協議 但是 俄羅斯的東部戰區依然 制定了 多種無疑而恥 如果遭到 中國軍隊入侵的情境 就怎樣去應對 這樣子 而且 在2023年 6月 和11月 先後也都在 中國的接壤地區 即是去年 在俄羅斯和中國的接壤地區 進行了相關的演練 動用了包括可以使用核軍備核彈頭的伊斯坎德爾導彈 這個計劃就指出 面對敵人迅速的進攻 俄羅斯的軍隊 有必要起 對方第二輪的進攻的時候 通過採用使用戰術 核導彈打擊 對方本土 軍事集結地 在內的方式 進行 壓制的計劃 為歐洲部分 俄軍支援 遠遠東地區 爭取時間 對此 西方認為 這個凸顯了俄羅斯對 核軍備的使用門檻 漸漸地降低 如果說到去年2023年6月至11月間 中俄之間起這個邊境問題 和土地問題 有些什麼 特別的事情發生 就一定要數到俄羅斯 將中國 即是 黑核子島 原本 就是還一半不還一半 也都全數歸還了 給中國 這宗新聞 不知道 和這宗所謂英國媒體爆料 俄羅斯 曾經和中國接壤的邊境 做過軍演以防中國的入侵 會不會 借題發揮 還是有多少的牽連 我們也在分析一下 一般的情況 中俄之間 國與國之間 的外交關係良好 這是政治問題 但是作為 軍方 所有任務都是以達成 保護國家利益 軍事角度為之出發 所以 在俄羅斯的軍方 制定相應的軍事行動 其實根本 就不會讓人感到意外 難道有一個 國家 就因為 他的邊境接壤 和很多國家 都有邊境接壤 的時候 例如我們中國 難道我們的國防 就不應對所有邊境接壤國家 全方位的滲透和攻擊嗎 就因為我們和某些國家 有良好的貿易協議 或者 有良好的外交關係 說這些話 就是天真 和天荒野談 所以有這樣的軍事行動 如果俄羅斯 和中國 邊境接壤 有相關的 軍事部署 和計劃 是一點都不意外 同時 不要說他們 相信我們中方 也早就已經有 相應的軍事行動 軍事預案 來應對 如果有一天俄羅斯 對我們進行 桌底或者桌面的入侵 只不過現階段雙方 我們和中國 和俄羅斯 都是處於合作的時期 遠遠未到 有磨擦 甚至量出軍備的地步 與此同時 西方這次披露 俄羅斯軍事的情報 首先大家知道 一定是英媒披露的 同時存在了兩個目的 一方面就是通過 洩露這些計劃 用來 很明顯 想離間中俄之間的關係 從而削弱 多邊主義聯盟的力量 多邊主義聯盟 就是我們中國的多邊主義 而另一方面就是為了通過 揭露俄羅斯 他的核軍被使用門檻降低 來製造恐慌的情緒 恐慌的情緒 恐蛾的情緒 從來都是英美勢力那邊 需要借助來 利用的一個情緒 從而進入 促成西方內部的合作 只要有俄羅斯 這個頭號大敵的時候 大敵在前 就更加可以鞏固到 西方 美歐聯盟 英美聯盟 跟這些合作關係 而說得再直白一點 也可以借大敵當前 美國也可以加強對這個盟友的捆綁 中俄間 新型的大國關係 屬於 現在我們的關係屬於 互衛互利息的關係 跟西方那邊 結盟的關係 是不同的 我剛才說的結盟 就是 集團式 結盟 圍堵 加法幫規 我們中國 外交部經常出言指責的東西 我們中國行的就是 多邊主義 共建互利 全部都是互衛互利合作關係 就不會搞 加法幫規 搞圍堵 集團 排擠 不會做這些 所以 既然我們中國 跟俄羅斯 不是一個結盟的關係 所以 不論我們 或者是俄羅斯 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 制定相關的軍事計劃 這些都是 因為我們國家的內政需要 沒有必要 其他國家 來干涉 而且 在軍事層面 是非常正常 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不論 西方透露的 俄羅斯軍事計劃 到底是真 或者是假 也都反映了 始終我們國家 我們中國周邊 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環境 所以我們要維護國家 主權領土 完整的需要 我們中國 的國防 軍事費用 仍然會進一步的增加 是有這個必要 而且也要 就著每個邊境接壤 邊境的問題 都要有 斷言有效的 應對措施 之所以是這樣 國防 軍事 外交 和靜報 本身就是 三維一體 在這個 民鬥方面 的組合 就好像 在軍事無鬥上 有海陸空三軍 應對任何一段關係 缺一不可 市民如果和俄羅斯只是有外交關係卻沒有國防 互相應對的時候 敵人不是會隨時予取予愧 敵人就算明面不跟你 搞入侵 暗面也會跟你搞滲透 更何況 容許我們新潮民族的觀眾 把我們的眼界 放得再高一點 我們縱觀歷史 俄羅斯和我們中國 並不是一直以來都這麼友好 只是當今局勢當前下 俄羅斯也曾經想去親美 只不過是受不了美國的 打壓 和子高棄揚 所以如今才親中 俄羅斯 和 新上任 如果 如果今年特朗普勝出 特朗普的共和黨 俄羅斯和他們的關係 其實 在多個角度來 都是有互相 協助和 情報加換 很多人也都知道 就是特朗普再上場 美俄關係會緩和 美俄關係緩和的時候 就影響了中俄關係的親密 我們國家也都未至於天真到 就是跟對方說一聲 老朋友跟對方說一聲 鐵桿兄弟 就真的完全信任了對方 是不會對我們來出手 冷戰時期 美蘇之間 他們的情報滲透 暗戰 他們的戰略 可見一班 難道我們 就不會提防 同樣的招式 難道我們會天真到 相信他只是用於 美蘇冷戰上 對其他國家不會用 來到節目的尾聲 就由我格仔來介紹一下 關於接下來新潮民 在4月 就會籌辦一個 為期12天的 新疆南疆 意域風情之旅 出發的日期 就是由4月14日 至4月25日 為期12日 跟以往一樣 這次的行程也由格仔 我親自設計 並非一般坊間的旅行團 是會所到訪的地方 而且這次格仔也會隨團出發 行程的特點包括 我們全程都會坐一些 俗稱為飛機椅 2加1的 豪華座位旅遊巴 也會贈送每位團友 足夠12天旅遊的數據卡 這次我們的新疆之旅 並沒有 涉獵到任何高山症問題的景點 大家這一點可以放心 好了 來到談談行程 首先第一天 我們就會從 香港國際機場出發 然後直飛 新疆首府烏魯木齊 大概四個小時左右的飛機 然後到埔 稍作休息一晚之後 來到第二天 我們就會由烏魯木齊 去到吐魯凡市 在前往吐魯凡市 的路程中 我們就可以 觀賞得到 一望無際的 達阪城風車電站 連面長達80公里 總共就裝有 100多台的風車 在茫茫無際的歌壁 是十分壯觀的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 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的 高昌固城 高昌固城 是源於 西漢年代 在這裏最出名的故事 就可以說到 唐代高僧 元莊 也就是唐三藏 他曾經在這裏 和當時的高昌王 結義成兄弟 游覽完充滿震撼感的高昌固城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另一個吐魯凡著名的景點 火焰山 相信大家都聽過這個地方 沒錯 他就是西游記創作的取景地之一 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第三天 同樣參觀到 吐魯凡一個相當出名的景點 這個就是 坎兒井 坎兒井 是始於西漢的水利工程 全長 真的想不到 是長達5000公里 這個規模 已經跟我們 所屬知道的萬里長城 以及 京航大運河 並稱為 中國古大三代工程 他的原理相當特別 在這裏我特意放了一幅原理圖給大家看 到時 就可以近距離欣賞到 古人的智慧 即使放到今天 都是嘆為觀止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 吐魯凡的博物館 在這裏 除了有很出名的 新疆千年古師之外 也有一個鎮館之寶 他就是 吐魯凡的巨西牛 給大家看看 吐魯凡巨西牛 大概有幾大隻 如果我們 所知道的非洲大象 應該就是現時來講全世界 陸上最大型的動物 看一幅圖也知道 吐魯凡巨西牛 還要比我們 所知道的非洲大象 身形還要龐大得多 到時我們就可以近距離欣賞到 位於吐魯凡博物館 的吐魯凡巨西牛 究竟有多麼大隻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 吐魯凡 幾個維吾爾 家庭裏面進行特色的家房 之後就會去到 附近的富爾勒士 然後經過一晚的休息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第四天 來參觀富爾勒士附近的 羅布恩村寨 羅布恩村寨 是中國西部地域面積最大的村莊之一 而且村寨裏面 相當具有 南疆的特色 在這裏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 大幕的風情 他的壯觀以及壯麗 亦都可以來騎下駱駝 多拍照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 第四天 下塔酒店的城市 富車 休息一晚之後 就進入第五天的行程 來到富車 當然不少得 就是參觀到 神秘的 蘇巴十古城 富車這個地方 古稱是貴之 也就是為人所屬之 唐三藏 所經過過的 女兒國 之後我們就會來到 富車王府 據說富車王府 依然還建在一位 中國最後的 末代王妃 之後我們也會去到 很有名的 黑之以 千佛洞 你看一下 第一批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來一解他神秘的面紗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到第六天的行程 就會去到 世界自然遺產 溫宿托木爾大峽谷 溫宿托木爾大峽谷 是天生美學價值最高的紅層峽谷 是具有到 中國獨有的 巨型 岩溶蝕地質的秘境 以及是罕見的 遠古古岩岩的地質 一個絕景地方 絕對配得上堪稱為 新疆 依然存活的 地質演變市的博物館 就會活生生在我們的面前呈現 在這裏 峽谷兩旁 相當之高 拍照拍片 是相當之美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 位於阿克蘇地區的阿拉爾 經過一晚的休息之後就會進入到第七天 去到穿越 全世界第二大的流動山漠 也是我們 全中國最大的山漠 塔克拉馬干山漠 從前要穿越塔克拉馬干山漠 幾乎是 沒有可能的任務 但是 如今我們已經建成了一條 即使連美國 都以為是世界奇蹟 全世界最長 貫穿流動山漠的 超級公路 塔克拉馬干山漠公路 就已經建成了 這條公路 也曾經獲得 歷史世界紀錄 難度 是完全超越 著名的美國一號公路 當這條 山漠公路 穿越面積超過 33萬平方公里的 世界第二大流動山漠 進入到 這個 山漠中心的時候 我們搭車的感覺 都好像坐船一樣 彷彿兩旁的 茫茫沙海 就好像大海一樣 那種氣勢宏偉 是絕非不能形容 一樣震懾人心的 在我們穿越了山漠以後 就會正式來到和田 而在這個時間 我們也會看到 隨著我們越往南行 南疆特有的 民族特色色彩 就會來得更加濃厚 第一站來到和田 我們就會來到 非常有民族特色的 屯城民族風情街 這裏其實就是和田的老城區 從前來說 在未受關注的時候 是為世人所忽略的 其實這裏的建築 是融合了很多中亞和西亞的藝術風格 再加上 中原文化三者之間 就會撞擊混合而成 南疆最具有特色的民族風情地之一 而這裏也是 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已經有2000年的歷史 之後我們也會去到一個 同樣是非常具有 南疆特色的一個景點 它就是 約特干故城 和田 在古代來說 是屬於西域三十六國的 淤田古國 約特干故城 其實就是淤田古國的都城 也是唐代 安西都護府裡面的 安西四鎮之一 淤田古國 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 一個屬國王朝 後來 它就因為位於戰火 所以 我們在近年 2020年的時間 就在此地重建了 約特干故城 重建以後 就可以讓遊客 重新體驗到 古絲綢之路 位於淤田的繁華盛世 感受一下 這一個在沙海已經 陷入了 上千年的古於田文化的 藝術魅力 當然來到這裏 也要欣賞 非常有特色的 約特干 古城歌舞表演 然後我們就會來到第八日的行程 去到另一個城市 沙車 大家有沒有發現 接下來我們所去到的地方 越來越有 異國風情 同樣地 沙車的 非維 博覽園 如果不說的話 還以為自己這一刻 是身處於外國 因為在這個沙車的 非維博覽園裡面 他的皇宮是習古代 和現代的伊斯蘭建築精華 融為一體 這裏也是 眾多網紅 和直播必度的打卡之地 也是很多的 影視創作 婚紗攝影 熱滿地方 充滿著獨特的 南疆維吾爾風情 然後我們也會去到旁邊 同樣都是很有特色的 阿曼尼莎漢寧 再欣賞了 很有名的 十二穆卡姆 這種維吾爾族的 民間古典音樂 整套音樂年和漢寧本身 都被列為 世界非物質 文化遺產 以及國家的民物保護單位 然後我們會去到 當地一個 近乎是 不會有旅行團到的地方 就是這個 沙車的 蘇碧大巴澤 巴澤的意思就是市場 在這個大巴澤 我們能夠充分看到 當地居民的生活 在這裏 幾乎是沒有任何遊客的足跡 就讓大家能夠親親感受一下 當地居民 平時所買到 吃到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會來到第九天 就會前往 南疆最大的城市 黑十 正所謂 沒有來過黑十 就不要說自己來過新疆 這句說話 是有他的道理的 來到這裏 我們就會參觀 非常之著名的 黑十葛爾老城 這裏是國家的5A級景區 亦都是中國唯一一個 具有伊斯蘭文化特色的 迷宮式城區 當然還有他的老城牆 所有的建築物 已經有過百年的歷史 這裏也是 之前央視春晚 新疆區裏面的 拍攝背景 來到這裏 大家就可以充分感受到 為什麼黑十 又名 東方阿富汗 很多已經被戰火摧毀的 中東建築 當導演想拍攝相關題材的 電影的時間 其實都是來到這裏 取景 當然我們也會去到很出名的 艾提加爾清真寺 這個建於明代1442年的清真寺 是現時來說 全中國最大的清真寺 相當之具有 濃郁的維吾爾民族風格 以及伊斯蘭宗教的色彩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 英吉沙小刀村 來看看這些 中國少數民族的三大名刀 每把的小刀 都是具有到非常之高 觀賞價值的工藝品 並非一般小刀那麼簡單 當然我們也會去到 黑十的職人街 在這裏匯集了 上百個手工的工作坊 也是南疆乃至是整個中亞地區 精藝手工品的集中地 之後我們就來到第十天的行程 就會去到 位於黑十南邊 的帕米爾 帕米爾這裏 古稱 就為沖嶺 是藍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 在這裏 如果我們要去 阿富汗或者 跟我們非常之友好的 巴基斯坦的話 帕米爾 是必經之地 帕米爾也是五大山物 也就是喜馬拉雅山 坤倫山 卡拉坤倫山 天山 以及 興都庫十山 等五大山物的匯集地 在這裏有上千條冰川 雪峰宏偉壯觀的觀景 當然我們也要去到 帕米爾高原的 第一道風景線 布倫口白沙湖 在這裏我們已經能夠感受得到 跟我們之前所見到的大幕風情 就已經有明顯的分別 如果我們再看 旁邊的 客拉庫勒湖的話 就一定能夠感受得到 這個 位於7546米冰山之下的 冰熔冰漬湖 你就能夠感受得到 在不出國的情形底下 都能夠 看到 比瑞士更加壯麗的風光 然後 我們就會來到 第十一天的行程 在見完這些壯麗的風光之後 就會繼續在客什市那裏遊覽 在這裏我們就會來到 很著名的香妃園 據說香妃園 就是因為 當時乾隆皇帝的愛妃 是葬在這裏的關係 葉德明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 新疆的和田玉博物館 身為中國四大名玉的和田玉 也是歷代皇帝 在禮樂器具入面的首選 而北京奧運會的會輝 中國印 其實也是由 和田玉所製成的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 西域 陀勇文化館 新疆的陀勇 其實是繼 很著名的新疆棉花之後 同樣都是很著名當地的 新疆產物 陀勇是一種很好的 保暖材料 不僅具備著時尚魅力 還會為我們帶來溫暖 以及柔軟 得益於 新疆本地得天獨厚 致養 樂陀的天然優勢 來到這裏 記得買一塊漂亮陀勇 之後我們就會來到第12日 就會回到烏魯木齊 然後就會乘飛機 回到深圳機場 再乘我們安排的直通專巴 回香港 完成我們這次的12天 新疆南疆之旅 如果大家對這個行程有興趣的話 請即WhatsApp過去 加852 68287447 聯絡潘小姐來報名 查詢價錢 以及其他事宜 再說一次 WhatsApp電話是 加852 6828 7447 聯絡這個WhatsApp電話 到時希望看到大家 和我格仔玩盡這12天的南疆之旅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裏 臨結束之前 請大家分享 贊號以及 訂閱我們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在訂閱新潮民頻道的同時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再按全部 這樣就能夠 接收了我們所有的出片資訊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 在這裏就有勞大家 好了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拜拜 拜拜 by bwd6